欢迎你收听由宁明日梁士工制作的乐龄讨问 今天的讨告主题是 享受他的同在 作者 蒲锦昌牧师 让我们此刻安静来到主的面前 一起讨告 天父上帝 万年生活有时让我感到很孤单 而他有自己的工作 不能够时常陪伴我 眼睛看着同辈的朋友 亲戚一个一个离开世界 我有时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一样 但是天父我感谢你 因为你不分就夜地看顾我 并且守护我 就好像守护眼中的童人 你是我的盘石 是我所依靠 在你的怀抱里面 我感到平静安稳 天父啊 我好享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 因为你用心聆听 我的声音和呼求 你是我的牧者 我愿意跟随你 到青草地和溪水旁 一直与你同在 奉主耶稣的命 祷告 阿们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 和统文相关的经文 可以查考 杀母二纪下 二十二章七节 诗篇十七篇第八节 以及诗篇二十三篇 一至四节 我们很希望 这些讨文 能够引导你 按照圣经的应许来讨告 请你按照你自己 或者代讨对象的需要 提换 或者补充 部分讨文的内容 愿主引导你 为你自己 和你所爱的人讨告 又愿圣灵亲自用 不可言喻的叹息 替你们祈求